美国的工业空心化 大家都知道 当然是你知道空心化到什么程度吗 拿发电量角度来说 中国的发电量是美国的三倍 中国的发电量远远超过美国 但是超过这么多很多人想不到 说明在工业实力方面 美国跟中国比差远了 这件事要是只有中国人说 这客观性啊 可以打点折扣 但是美国首富马斯克他说了 他说工业产能首先近似于发电量 中国工业产能远远超过美国 对电力和工业来说 人家马斯克懂行不懂行 人家懂行啊 是吧 科技巨人呐 钢铁侠呀 电气化革命以来 发电量这一个指标基本上就等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 所以以前清华大学教授 我有老朋友叫赵南元呀 他多次讲过 他说GDP这个指标有很大的局限性 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 发电量这个指标 要首先看赵老师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非常睿智的一个学者 之所以这么说 因为整个社会的一切工业生产都是靠电来运行的 你要搞基建 造汽车 造芯片 造导弹 造航母 甚至是你时髦的拆的GPT AI大模型 你没有足够的电力 扯呢 压根就没气 没有强大的发电能力 没有收电技术 谈工业 那基本是空中楼阁 平原公子先生举了个例子 说只有上海的超级工厂能够让特斯拉的生产线活下来 为什么呀 中国足够的电力供应啊 你要靠美国本土 马斯克早玩完了 中国的发电量去年是9.4564万亿度 是美国的两倍多 是世界的三分之一 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35% 这两个书放一块 大概差不多吧 对不起啊 开篇我说三倍 但是说多了一点两倍多 真实的差距应该说比这个还要大 因为中国的发电量是不断增长的 而且中国的工业用电量远远超过美国 注意发电量里边工业用电量这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指标 中国工业用电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已经20多年了 20多年了 我们超过美国 2001年 中国的工业用电量突破一万一千瓦的时候 超越美国 number one 全球第一 从此20年 美国全社会用电量虽然从三万多一千瓦时增长到四万多一千瓦时 但是美国的工业用电量完了 一直停在那不动啊 一直是一万一千瓦时的规模 这三年美国的工业用电量更完肚子了 一直在下滑 2022年美国工业用电量才1.02万亿千瓦时 比2020年又少了5% 2030年美国工业电力消费量是10150亿千瓦时 继续减少 从2000年开始 工业用电占比逐渐从31%下降到现在25% 远远低于居民和商业用电量 相反 中国2023年用电量是六万多千瓦时啊 是美国的六倍 这句话重复一下 中国的工业用电量是美国的六倍 就说你美国不行了呗 差多了 打个比方 中国好比是个半导孩子 吃饭长劲 小伙子一天到晚 现在早把美国比下去 而且美国输便电技术发电设施太老旧了 损耗太多了 陈旧的电力输送网络甚至造成大面积停电事故 但是在中国 中国有特高压输电技术 知道吗 成为最常规的长途输电技术 中国的光电 中国的风电大规模运用 让电力极为充沛 甚至不断发展 现在知道中国大力发展储电站 干嘛用的 用不完电能藏起来啊 储存起来 我看平原公子讲了一个美国用电量还有一个 咱中国比不了的 那你得承认 美国用电量在这方面 咱怎么能比得了啊 美国用电量 特别是民用用电量太多了 浪费挂了 全年不关空调 不关电灯 各种车车浪费 还有大麻所带来的行业的繁荣 大量的人在家里弄灯照着 照什么东西 照大麻 种大麻呀 这算工业用电 农业用电 还是生活用电 这中国能比得了吗 最后跟大家说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强大的电力 转化成了最大的生产力 目前咱们中国三大出口市场 第一东盟 第二欧盟 第三美国 主要出口的商品当中 同比涨幅排前三的 第一次传播 第二次未断扎铝 以及铝材 成品油 这些东西啊 都依靠大量的电力资源 我佩服那些美吹 说中国永远追不上美国 中国永远追不上 你那么急头白脸的干嘛呀 你看看他发电数字 你看他发电量 你看工业用电数字 中国是美国的六倍 你要不急 你态度好点好不好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 期间 谢谢大家